谢谢 拜托 拜托 谢谢 恭喜 恭喜 2月6号 五党籍高雄市议员黄杰 将面临罢免投票 黄杰4号在凤山区金武路 与建国路路口拜票 有来自基隆 台北 台中的 外县市绿营议员都现身相挺 包括民进党籍民代许志杰 民进党籍议员张汉忠 林志宏 邱俊宪 高敏林等人到场力挺 好 所有的凤山人 感谢你们热情的招呼 也希望你们老顶就老咖 阿公就阿爸 那尽量来提高我们这一次的投票率 让我们可以度过这个 希望凤山人一定要团结起来 在2月6号力挺黄杰 2月6号大家一定要投下 不同意罢免票 终止这一场报复性的罢免 希望台湾人在这个时候 一定要团结起来 绿营拜票对面路口 一位老人单独开车前来 车顶上摆着音响与扩音器 循环播放一分多钟的罢免黄杰团体 所录制的宣传音带 表决收落金全面临检出 身为市议员的黄杰 竟然落跑啊 不仅有罢劫民众当众打脸 台陆委会前副主委张显耀 3号也在脸书质疑 高雄连日空气品质不佳 林园工业区一个月内连续四次爆炸 民进党及高雄市民代们都没有团结起来为高雄人发声 反而站在街头为黄杰摇旗呐喊 黄杰对民进党真的这么重要吗 高雄人的身体健康还比不上保黄杰重要吗 绿营大出动力挺黄杰 更加显示了大精灵的威力有多么强大 我们小虾米们只能继续一步一脚印的奋战到底 3号晚间 中国国民党高雄市党部副主委曹桓荣 率党机民代叶宇兰 廖宛汝 胡怡丁及霸杰志工 赴武甲地区扫街宣传 大家高举旗帜招牌 引发路人歧视注意 用这次罢免的行动 能够投出同意罢免案 中国国民党主席江启臣 在3号的国民党中常会上也帮忙催票 同样是民意的展现 国民党要重申尊重各项罢免的提案 也呼吁民进党拿出执政党应有的高度 停止对于罢免案的抹黑 另据报道 霸杰总部5号晚间 要在捷运凤山西站南面的议会路 举办勇敢霸杰之夜活动 届时包括许书华 郑立文 费洪泰 以及林维州等蓝营战将们 将悉数到场 谨励催出霸杰票